在海埔放弃收购SM娱乐后 今天庞希尔首次在记者面前的发言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以下是庞希尔对于SM收购站的感想 海埔考虑收购SM娱乐是从2019年开始 那时候已经有申请过两次 但都被拒绝了 其实在公司内部的反应也非常对立 赞成的方表示 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必须要扩大公司的规模 反对的方表示 用那个钱投资在公司本身 在国际市场的创新比较值得 我当时是有反对 我下的结论是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收购SM 就这样2019年开始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进行了 之后非常突然的接到了 以苏曼的联络 问我们有没有想要收购股份 通过公司短暂的会议后 决定收购了 但是我们没想到 会有这么激烈的收购站 因为我们对SM有长时间的研究 所以我们有明确的价值观 但是某一瞬间 所有事情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这可能会毁掉了股东们的价值 所以决定不能再继续了 然后庞希尔也向艺人们粉丝们道歉了 起初是为了艺人们粉丝们 更好的未来开始的 但是这过程并未能那样 给了艺人们粉丝们痛哭 真的感到抱歉 让我无法入睡 然后在记者问 放心收购SM时 以苏曼的反应的时候 庞希尔回答 与Coco协议的过程 没能告诉以苏曼 协议结束后详细的告知了 并没有露出特别的情绪 只是说了 能赢啊 为什么要停止 不知道有没有失望 但是就算是失望了 在晚辈的我面前 应该也不会显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收购成功的话 会说自己曾经反对了这种话吗 我是SM粉丝 但是觉得 这是庞希尔可以说的话 简直是废话 拼死命的想要收购 结果没钱输掉了 还在那里张扬 老爷爷 用钱怎么能赢过Coco呢 还在那里说能赢 以苏曼只是一心想要 向现在的管理层门报仇吧 简单的说 就以苏曼是垃圾 庞希尔最起码 向艺人跟粉丝们道歉了 SM怎么什么话都不说 不管怎么样 损失最小话了 以后好好集中在 嗨补的艺人身上吧 对于庞希尔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史上最奇怪的 爱毒组合的序约 这个爱毒就是 Mustar X 2022年8月8号 Mustar X所属公司宣布 透过长时间的讨论 与其他成员们序约成功 只有盲念IM将会离开公司 但是IM以后 还是会继续Mustar X的团体活动 所以是真的有继续 团体活动吗 当然 第一 当然是一起回归了 第二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利用广咖 第三 团宗 当然也是照常参与 第四 幕后花絮 废话 当然也是照常出现 第五 周边商品 当然也有 第六 粉丝见面会 烫人 第七 回归的时候 非常当然的出演了各种综艺 那宿舍呢 当然也是在原本的宿舍 那么跟之前 一点差别都没有吗 其实也不是 只有两件事情没有参与 第一 没有出演新传的西伯雅 以大型抱枕代替了 第二 不使用新传的婆婆 但是会使用婆婆4star 与粉丝们沟通 也就是说 只是没有参与有新传名字的活动 因为一般来说 只要有一位成员不虚约的话 虽然说是一起进行团体活动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限制 但是Mustax的这种情况 真的是非常特殊 哇 好神奇 粉丝们应该会很幸福吧 很神奇 在发表虚约消息后 本来以为很难马上会有团体活动 但是真的马上就回归了 这个确实是新传度量大 第一次看过这种形式 真的是很好的限利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Mustax继续走滑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韩国QDATA提供的 韩剧综艺热门话题影响力排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综艺排行 10位 Phantom Sing of 4 10位 You Kids on the Block 8位 Hemidie Chepa 7位 Na Honza San Da 6位 불타는 Trotman 5位 Mr.Trot2 4位 서진인애 3位 Picktime 2位 Boi's Plany 2位 나는 신이다 性格编达过了 3位素商轪材 2位于加递 长 4000 杂码 3位于加递 1位于加递 4位于加递 0和氟 1位于加递 1位于加递 第一次看 1位于加递 10位于加ive